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我是David 今天想带大家来到有猫山之称的金山郊野公园 那里除了有猫山看之外还有很多很漂亮的水塘 是一条很适合行山的路线 前往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太子站的依出口出路面 面向着彼敦道转左 走前两步就可以见到往和邪的81号巴士 我们去猫山就只可以搭81号巴士或者72号巴士 车费就6.8元 我们坐到石离贝水塘下车 好快我们就到了金山郊野公园的入口 下车之后左边就是厕所 我们首先看一看金山郊野公园的地图 我们下车的这里就是介乎 狮子山郊野公园和金山郊野公园之间 地图所见我们可以看到多个水塘 包括石离贝水塘 九龙水塘 九龙库水塘 九龙库水塘 和九龙接收水塘 如果拍力好一点的话 我们还可以沿着这里走到城门郊野公园 和城门水塘 今天我主要会带大家走一条 比较轻松简单的路线 路程比较短 也可以横跨两个水塘 一路欣赏自然风景 和欣赏猫 在出发之前我们要明白这里的手质 是不能位置猫 经常位置它们就会令到它们大有一个攻击性 令到它以为游客来一定会有食物 如果不给它的话就会强抢甚至攻击人类 好 按清楚手质之后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蓝色蓝缸这里就叫做长沿路 就是我们出发的起点 正常假日的日子这里的猫是非常多 他走出来找游客拿东西吃 这个金山郊野公园是有很多烧烤场 也都为这里的猫猫提供很多食物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banner 就提醒我们不要喂这里的猫猫 不然就会罚款一万元 这个金山郊野公园 我自己都走过很多次 这里的猫猫都非常饿 所以我们尽量都不要挑衅它 尤其是有BB的猫猫 妈妈为了保护子 会更加饿和有戒心 走到分岔口这里 我们继续向右走 开始可以看到我们第一个的水塘 九龙库水塘 这个水塘面积比较小 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里的水塘 这一条的行山路线都是一条很舒适清凉的路线 在塘的另一边就是掌满了非常茂密的树木 看到这些景都份外心抗神异 欣赏完这里的风景之后 我们继续向前走 水塘的另一端的右手边 就有一个二毫的烧烤墙 左手边就是我们今天要走的 金山树木研杂经 咦我们开始发现我们第一只见到的猫猫 他们都是比较怕人类 大家要注意这里经常都会有车往来 继续直去就没有路再走 接着我们要转入右边那条小路里面 这里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 这条路就可以通往金山树木研杂经 走到这里又有两个分岔口 左手边继续向上走就是一个烧烤墙 但是里面的烧烤墙比较特别 我们一起上去看看 这里只有三个烧烤墙 相对上比较宁静 和比较少人会来 好像一个隐世的森林一样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一路向前走 就会有很多一枝枝冻在这里的树木 包围着你好像一个迷宫一样 分不到方向 都很特别和清新宁静 我们一起回到刚才上来的分岔口 就好了 由这里转左沿着这个水库 向前走就可以去到金山树木研杂经 来到金山郊野公园 除了看猴子之外 这里的水塘也是一个很美的风景特色之一 我会推荐大家走这条金山树木研杂经 走这条路线由出发去到走完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是一条比较简单而行的路线 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水塘 沿着水塘我们还可以选水 而且整条路都非常清凉 又不会太辛苦 所以推荐这条路线给大家走 我们一路沿着九龙库水塘一路走 沿路一路走都可以看到这个平静的水塘 沿路走这条山路大致上都是一条平路 都不会太过辛苦 走到这里我们可以望到一些溪间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水去收一湿身 降一降温 炎热的天气大家都要提防中暑 走到这里 右手边会有一些小路可以走到水塘下面 下来这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稍作休息 欣赏这里的湖光山色 在这里逗来一段时间都是非常写意的 可以在这里吃下饭喝下水 或者拿点水来浮一下身 但就千万不要污染这里的水塘 上回去转油继续我们的行程 我们下来看 我们又见到另一条小路可以走到水塘那里 又是一个欣赏湖光山色的地方 分叉口继续直去 再走上梯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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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到尽头这个凉亭就是来到九龙水塘 亦都兜了一个大圈回到这里 前面这条红位的堤坝就是九龙水塘 刚好今天的天气是非常之美 南天白云更加影衬着绿色的湖水 旁边的这条路可以通过城门水塘 看一张地图我们在长沿路沿着金山树木沿习境一直走到这里 然后走出去就兜了一个大圈就可以坐车回去 关于金山树木沿习境地图上面也都标示了很多树的位置 那今天的金山树木沿公园之旅就走到这里接近尾声了 最后就等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九龙水塘的红位装阔 大家要留意就算这条坝多漂亮也好 尽量都不要在这里逗留了 因为这里经常都会有车来往 而且条路是非常之窄的 这条路是经常有很多车来往 是窄到我只可以站到一条坡上面 避开一些车 想细心在这里欣赏都不可以停留得太久 今集就来到这里 希望你都会喜欢这个地方 我们沿着这条路走出去就可以去回我们刚刚起步的地方 鸭子喉酸原来来到这个山头上面杂结 鸭子喉酸原来来到这个山头上面杂结 原来太阳太过猛烈 猫猫过来遮阴鼻鼠 还会在水淘满满水降温 还会在水淘满水降温 我们回到刚才下车的原点 过对面狮子山郊野公园那里 就会有巴士 72号和81号巴士 可以坐到太子地铁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